商业联盟能有多么的无情 尖角刚刚为胡人投进压哨 绝评三分球 后角就被胡人管理层给无情抛弃了 今日 胡人裁员马特瑞安一事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热议 这位白天送外卖 晚上去墓地兼职做保安的球员 一度成为了无数球迷心目中 追求梦想的代名词 夏吉林在帮凯尔特人绝杀之后 就有很多球探表示 瑞安将在今年夏天 收获一份NBA的保障合同 而在加盟胡人之后 瑞安再次神奇地帮助球队投进了关键三分球 本以为这一次瑞安在NBA算是站稳脚跟了 但没有想到 最终他还是被胡人管理层给无情的裁员了 而根据NBA铭记比尔西蒙斯的最新报道 胡人裁员瑞安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想要引进德罗赞和武器围棋 据悉 目前胡人已经向公牛发去了交易申请 他们的筹码是微少和两个未来手轮签 对于公牛而言 这是一笔十分不错的交易报价 上个赛季 他们还是季后赛球队 但本赛季他们遭遇到了一些麻烦 目前球队战绩已经来到了东部倒数 这种情况下 不少球队搞管认为 公牛已经开始准备进入重建期了 在续约拉文之后 球队管理层很可能会打算围绕拉文 重新打造球队阵容 而交易送走德罗赞和武器围棋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今微少的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 如果公牛能够完成这笔交易的话 他们明年夏天将会有很大的薪资空间 而且目前胡人队的这两个手轮签非常值钱 比尔西蒙斯认为 这笔交易在冬季转会窗口期发生的 概率非常高 一旦胡人可以得到德罗赞和武器围棋的话 他们将很有可能再次成为 独冠热门球队 但瑞安就十分不幸 他又一次成为了商业联盟的牺牲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